。 嗨朋友我是一池 喝水水 皮膚才會水 今天一池想要跟大家一起開箱的呢 是一台 Britam Model 1 睡熱智能溫控 UVC聖菌 開影機 隆重歡迎 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是它BRITA Model 1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外觀 它的正面大概就是一個A4大小的尺寸 對比玉子的比例池大概長這樣子 後面呢是一個全透明的水箱 然後有一個把手可以讓它輕鬆的拿起 這樣就可以去裝水 它的容量是4公升 裡面是BRITA的濾芯 整個外觀的材質呢是比較偏有一點點磨砂的質感 前面白色的設計呢搭配上方黑色的蓋 非常適合融入大家各式各樣的裝潢裡面 底下呢是一個可以磁吸的接水盤 輕輕鬆鬆靠回去就可以了 然後從出水口到底下的距離 一直在意這個幫大家量一下 這裡是20公分也就是一般的馬克杯 或是大一點的啤酒杯500700的應該都可以放得下 如果你的保溫瓶比較長一點的話 拿掉下面的濾水台 它的高度可以大概在23、24左右 頂上這邊就是它的操作介面就是觸控的 這台機台呢不用裝水線 只要按上插頭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滴滴 使用上對一直來說幫大家整理了三個它很棒的優點 1.安裝門檻第2.水質保障 3.水溫水量人性化智能控制 第一安裝方便就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台BRETA Model 1呢不需要讓你動腦安裝拉管線 只要插上電源呢就可以直接的使用 對很多人來說啊像是租屋主或者是一般家庭 很難突然耗一個很大的成本去改動家裡的裝潢 或重新拉一條水線讓飲水機固定在廚房的位置 所以這樣子呢就可以讓你不用耗很大的經濟成本 就可以直接改善你的飲水品質和方便性 第二件事情當然就是水的品質喔 水的品質非常的重要 水源之於人類呢普遍也有幾項憂慮 最主要當然就是 油溪污染物重金屬還有不適合人體的細菌 這一台呢主要過濾方式呢 我們先拿出濾芯給大家看一下 這款濾芯呢是來自Burita家的Mextra Plus 這一顆濾芯裡面總共有三層 第一層的細網呢是過濾掉塵土灰塵顆粒 第二層做離子交換 這個部分就是要過濾掉一些重金屬 包括像是鉗啊銅啊銅石還有軟化水質 第三層呢是椰殼活性碳 這一層就可以過濾掉濾還有農藥這些殘留物質 這邊有一顆濾芯更換的提醒 這個要素提醒你這個濾芯已經用了多長時間 除了過濾的方式來排除疑慮呢 這一台Burita Model 1 多了UVC主動式光觸滅菌系統 UVC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消滅細菌 光效年限呢有做到五年不瑞檢 在機台出水以前水流金管道的時候 就會先有UVC的洗禮 那UVC呢其實算是後引擎時代 大家討論熱度蠻高的一個滅菌方式啦 另外值得一提的呢就是相信不少朋友 在沒有接觸到這種開引機以前呢 用這個不論是咖啡壺啊熱水壺 或是直火加熱水或是傳統的這種 舊式飲水機呢一定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水垢 尤其呢像是南部的水 要更容易會在水加熱沸騰之後呢 在這個杯壁下流下水垢 Burita Model 1 的水流路徑是這樣 傾聽一直微微到來 首先你把蓋子打開之後水會先流經濾芯 剛好跟大家介紹到它第二層呢 就是有軟化水質的功能 接著水就流到機台裡面 經過304不鏽鋼順熱加熱技術加熱 水垢的問題就可以解決許多了 客人客人 一起來裝水給你喝看看 拍這邊 第三呢就是水溫水量的人性化 好可以看到上面這個界面有兩個 一個是溫度 一個是水量 溫度這邊四個級距 室溫45度 85度 跟煮沸 水量這邊一樣四個級距 1 2 3 4 分別是150ml 250ml 350ml 450ml 450ml 到那個末數的時候它就會自動停下來 試問你有一個3公升和5公升的水平 如何倒出4公升的水 腦筋庭片尾給答案 定量的水呢 在沖泡咖啡啊 耐茶或者是泡麵的時候呢 就會是一大福音 這個杯子你這樣目測是多少 裝看看就知道了 我現在先選擇350ml 然後室溫水 出水 剛剛好 YES 好快樂 看到這樣子 剛好呢 就讓人家有一種心情很好的感覺 那這樣子出來呢 就是已經過濾好 可以直接喝的 好啦 如果是悠閒的下午 你想要來一杯 綠掛式的咖啡 或沖個奶茶的話呢 這時候我們溫度來到85度 加水 好嘞 像這樣電量的水量呢 其實就可以幫大家省下不少水 你可以按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先去做下一件事情 在加熱這邊呢 一直給大家一個小小的科普 它這個裡面呢 是電導管 所以加熱的速度就會特別的快 然後再加上它讓水流 有很多的接觸表面機 可以經過這個電導管 然後就可以瞬間的加熱 這樣子既可以省電 水喝起來也會比較好喝 嗯 那要是晚上呢 想要來一碗宵夜 但是快活煮泡麵真的很麻煩呢 現在有了受熱的開飲機 吃泡麵就不用等了 再把它放上去 設定好水量 這邊設定煮沸的溫度 最適應加水的量 設350 開始 這台Brita Model 1呢 它只要五秒鐘 就可以做到沸騰的溫度 所以現在出來的水 就是沸騰的狀態 哇 它剛剛好完美的貼在那個水量線上面 好療癒喔 好療癒 好 那把它蓋起來 等一下就可以吃宵夜啦 好咧 喝水還是你各位的煩惱嗎 還在買瓶裝水 或者是桶裝水嗎 平常一直燒水 再放涼 再喝 結果要喝熱水 水又再重燒一次 陷入這種循環嗎 睡熱開飲機 是不是就有震重你的下懷 好 那我們問幾個笑話 有三個朋友 一群好朋友一起去錄影 請問誰負責帶水 Tony Tony帶水 蛤 什麼 那如果他們背一背 爬山爬山 然後覺得好重喔 然後結果有人把水丟掉啊 請問誰把水丟掉啊 Eason Eason Eason放水 反彈好緊 好髒喔 結論 一直使用上來說呢 首先當然就是它的高度 不論是你今天想要放在層櫃裡面 或是家裡廚房灶台空間夠大的話呢 你就這樣放在平面灶台上面 放的空間呢都是非常彈性的 那再上它的外型也很好看 就像一個擺飾品一樣 後面4公升的水箱 剛好就是兩個人一天所需要的水量 所以呢非常適合情侶啊 或者是小家庭啊 或是租屋在外面的話 這樣就可以讓你不用一直買瓶裝水 或者是反覆用熱水壺燒水浪費電了 不知道大家喜歡今天一子盒子幫大家介紹的 BRETA Model 1嗎 價格的話呢 一直在這邊跟大家報告參考一下 它現在有在折折上面集資 早鳥價13800還有95個濾星 再送一個外出用的濾水壺 有興趣的朋友 還有關於任何它的資訊 有在資訊欄裡面 歡迎大家可以參考 喜歡我們的影片不要忘記 按讚訂閱喝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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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